疑似疲劳驾驶酿成自撞事故 19号下午一辆红色轿车 行经宜兰投城的时候 自撞分隔岛 撞击力道之大 整台车都翻步还在地上滑行 不仅车头几乎全毁 就连分隔岛的水泥石块 都被撞到回旋 驾驶坦言说他只是打个盹 自撞后才知道酿活 一辆红色轿车突然偏移 下一秒直直撞上分隔岛 不仅腾空翻覆车顶着地 转了好几圈才停了下来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惊险瞬间 轿车撞上分隔岛车身翻覆 车辆在地上滑行 驾驶痛得哀嚎 弄到了啦 19号下午3点多 56岁黄姓驾驶行经台二线 北上140.8公里处 疑似疲劳驾驶 一时恍神撞上分隔岛 这一撞车头几乎全毁 零件散落一地 分隔岛的标示牌被撞断 连水泥石块都被撞毁 可以想见当时的撞击力道 你怎么 没有啊 没有啊 是 安全系统爆开 那经查 这黄线的民众驾驶自驾客车 由台二线转围往托车方向行驶 行驶到这个造势路段 已因一时的恍神 擦上分隔岛后滑行翻覆 那影响你双向的各一个车道通行 开车上路疲劳驾驶这一度 孤待价不小还得负起赔偿责任 所幸有经无险驾驶 只有头部挫伤 自行就医 详细赵泽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者李柯彦宇兰报导